La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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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念大家好 又来到问问多多的时间 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算你家装了抽油烟机 其实当你做一些 煎东西或炸东西的时候 你都不可以把所有的油烟抽走 原因就是可以和大家解释一下 一般的抽油烟机 就会安装在你的炉头 大概75cm左右 但是一般的抽油烟机的 吸力最多只是去到 45cm 所以在你家装食大油烟 都不可以把所有的 油烟全部抽走 我今天在这里介绍 你一个近这几年 研发出来的产品 叫做倒烟机 只要你在安装你的炉头之前 和师傅说 你想做倒烟机 他就可以帮你去设计 这一样东西了 其实倒烟机的原理就是 在你的炉头的旁边 那条槽就是会噴一些 向上升的风 形成一个风链 就会把油烟 由你的炉头 那边 全部都飞到抽油烟机的位置 所以这个设计 最适合在香港 一些开放式厨房 之前和大家说过 开放式厨房 最大的问题就是多油烟 但是如果你做了这个设计 其实你也可以 令到你的厨房 或者你的空间 少些油烟 好了 今天《问问.hub》的时间就到 《问问.hub》 宜蘭逐个足 拜拜